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诚意资讯 回看今年的谍战剧市场可谓是一波三折 年初亡羊的一部追风者让观众产生错觉 以为谍战剧要逆风翻盘了 可惜仅限昙花一现 后面陆续开播的哈尔滨1944 孤舟又将谍战剧打入冷宫了 让不不少谍战剧剧迷十分委屈 什么时候才能追看一部像样的谍战剧呢 看来看剧还得靠央视出手 又一新谍战剧身前自2020年杀青后 备受观众瞩目 中间也陆续传出了定档的苗头 但最后都不了了之了 昨天积压四年终于播出 让不少观众喜出望外 尤其是成毅和王静松对手看得十分过瘾 谍战剧又要出爆款了 好久没有看过这样一部高能反转的谍战剧了 长沙会战的前夕上海 爱国青年云洪生的父亲是云木之是我方王牌特工 为了更好的揪出潜伏我方内部的内奸 不惜制造了一场假死 只是身为他的儿子云洪生并不了解他父亲 一心只想为父亲报仇的云洪生陷入了敌人的圈套 故事一开场就将谍战剧的氛围感拉满 这其中可以说是隐藏了欺骗 圈套 意外 以及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深深吸引了观众的目光 首播就一举夺下了全国收视第一的宝座 并且还有超高人气小生诚意出演 热度肯定颇高 绝对是谍战剧中的精品 从目前播出的剧情来看 深前开局就已入套三方势力角逐 以及激烈的枪战 暗杀情报交易等等看的观众那叫一个过瘾 谍战剧素来都凭借惊险 刺激的故事情节 和环环相扣且不断反转的人物设定 牢牢抓住了观众的目光 让观众意外的是 深前这部谍战剧居然是由青年演员程翼撑起来的 程翼的演技在一众青年演员中属于前排 在剧中塑造的云洪生从开场的眼神游离 迷茫到后面的逐渐坚定 让观众秒入戏 不得不承认 此次程翼在剧中的表现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打破了以往观众对顶流小生空有一副好皮囊的成见 然后还有谍战剧中的常驻老戏骨王静松 王静松一出场谍战氛围赶不就来了吗 在这之前 他在北平无战事 麻雀等剧中以精湛的演技征服诸多观众 这次他在剧中饰演的云木之是我方的一位老特工 沉稳 老练 睿智 演绎得相当出彩 唯一的遗憾就是戏份太少 让观众没看过瘾 要说最吸引我的 当然还是王静松和程翼这对老戏骨顶流组合之间的对手戏 看得观众的那叫一个激动 据训斥儿子云洪生那也是真狠 但同时对儿子的爱也是真爱 两人短短几分钟对手戏看得观众泪流满面 看剧还得看演技派之间过招 如今谍战剧依旧是当下国剧市场的热门题材加持和收视主力军 要说谍战剧高峰期当数2000年左右 柳云龙横空出世接二连三推出了暗算和风筝两部大剧 让谍战剧一举成就了谍战剧的辉煌期 而这次深前也可以说是谍战剧的一个大胆创新 看似整个剧情是围绕我方王牌特攻云木之的牺牲展开的 实际上却是围绕男主云洪深入局为切入点 一边是紧张刺激的谍战 一边是寻找父亲牺牲的真相 错综复杂的剧情 再加上悬一家谍战的模式 深深吸引了观众 你们都追剧了吗 对于该剧你们还有其他看法吗 欢迎大家留言一起来讨论哟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订阅本频道 本频道专注诚意的新闻资讯